早上好 我是嘉慎 欢迎收看4月10号的百格纯报 首先带来看各报图版 新州日报关注了修宪不顾关的新闻 超过9小时半的辩论之后 国会下议院昨天进行2019年联邦宪法修正法案表决时 最终在只有138票支持 59亿元弃权 以及24人缺席的情况之下 因无法达到148票 三分之二多数国会议席的修宪门槛 导致修宪法案被否决 多玛事后表示自己并没有预料到这样的结果 前锋报就关注了柔佛换大臣的新闻 多玛昨天证实奥斯曼已经成辞时 也透露新大臣将会从土团党州议员中选出 前锋报头版就列出了四位热门人选 他们目前都是柔佛州的行政议员 包括了萨鲁丁 穆哈姆库赞 马兹兰和阿米诺胡达 当中虽然萨鲁丁早前已经否认 不过由于他是三人当中 唯一有受邀出席昨天的马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因此还是被视为出现几率最高的人选 中国报头版则是关注了早前被指在佛容 拥有价值大约600万豪宅的燕斗国阵候选人 莫哈莫哈山再次否认豪宅不是他的 这一切都是五中生有 而继莫哈莫哈山之后 西蒙候选人斯特兰也中招 他被指在巴生拥有价值780万的豪宅 当然他也一样做出否认 他表示网络上所流传的豪宅并非他所拥有的 至于新报新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都一样关注了 敦马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马新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后 所发表的谈话 当中包括同意继续商讨水价 李显龙表明虽然新加坡一贯的立场是 大马早已经丧失了谈判水价的权利 不过他同意交由两国总检察长继续磋商 双方将合作以确保两国水供的可持续性 以及符合两国的利益 以减少未来进一步的冲突可能性 除了水价可提 农青高铁项目也备受关注 敦马说大马正在探讨有关项目成本削减的方案 并且会在工程革职至2020年5月31号之前 与新加坡进一步讨论此事 由于马新去年9月签署协议暂停农青高铁项目 大马已经在今年1月尾支付1500万新元 也就是大约4500万令吉给新加坡作为赔偿 另外一处寄通卡 它申购将与新加坡一通卡 以及令合作推出双汇率跨境结合卡 Combicat 为往来马新的使用者提供综合数码付费服务 如此一来只需要使用同一张卡 就能够支付过路费以及泊车费 这个东南亚首创的马新通行卡Combicat 计划在今年第四季推出市场 最后让我们来换个焦点 旅游籍文化部长莫哈莫丁可达比 昨天在国会走廊向媒体透露 大马将会在6月1号起征收离境税 不过财政部长林冠英就在同一天宣布 由于政府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制定离境税税率 以及执行方程式 所以将会在8月份过后 也就是哈之节之后才会落实 林温英说如此一来 首次前去朝圣的穆斯林 就可以被豁免离境税一次 他也强调 政府指向搭乘飞机出境的国人征收离境税 不包括陆路以及海陆 而有关的法案已经在昨天 由财政部副部长阿米鲁丁 提成国会下议院医督 今天早上晨报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